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 今天的内容呢,要用两个小时把第16篇讲完 所以呢,首先我来讲一下16篇 它的篇名叫做 经济兔女下雪凶满 淤雪并卖政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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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说呢,这个本篇讲了几个病啊 经是一个症,记呢也是一个症,合起来呢是经济病 啊,完了呢有吐血,溺血,下血 这是有关出血倾向的一类疾病 淤雪 啊,这也是血症范畴里的 但是和失血,是吧,是另一种情况 而凶满呢,它是属于淤雪病这个一个间症 那么这样说的话呢 那实际上因为它和偏的意义 下而易见,经济的病 可以是功能性的 也有呢是气质性的病变 这是从新主血脉 新主神明啊,这个理论 那么在看临床表现啊,提出了什么政治 再一类呢就是,因为这个 不管是吐血,溺血,溺血,下血还是淤血 又和呢,血脉相关 所以和平的意义呢,就出于这些疾病 与心和血脉的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和平论述 下面呢,我来说一下呢,概念 什么叫经 咱们结合原文来说 第一条 叫做寸口脉 动而若 动即为经 若 则为记 讲经是什么 记是什么 如果从寸口脉来说 这个地方呢 我想呢,从原文分析 什么叫动脉 我们在虚劳篇的时候曾经讲过 动脉像痘一样的 但是呢,它怎么样呢 是属于虚劳的一种范头 这个寸口脉像出现痘痘转动的形状 这种动脉称之为呢 精正 临床可见脉 精正 那么这个呢 一般来说呢 是发于外 有所处 往往呢 是有外因刺激 那么它马上就表现了 惊恐啊 神志不安呢 完了 办法着有心计 这是一种情况 所表现的惊 可以说呢 从外处发有关的话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它表现的症状是惊恐啊 精神不定啊 呃 卧气不安 表现精神症状 作为忌 那就是指的心忌了 这个弱脉呢 它一定是 按起来虚软啊 无力 咱们也也可在虚劳篇里面讲过 大脉 是吧 和急虚的脉 都属于虚劳范围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觉得虚软无力啊 或者说是细软无力 纵案那时候 你才能摸清楚 因此属于术啊 还是属于虚劳范围的 它出现的呢 是心计为主要特征的 这个呢 就是源于内啊 属于内伤杂病范围了 特别是他自己无所处 没有万因刺激的话 自己就感觉啊 记动不宁 心跳加快 啊 在我们学的这个 金贵的这个原文里面 有关记的问题 曾经我说过 柱柱然而跳动 就是说呢 心机不安的一个症状了 其中呢 我们有的呢 是心中记 包括心下记 还有呢 就是其下记 这个原文里面 我们现在学的 这么几种情况 在病机的问题上 比方心中记也好 心下记也好 一般的属于虚症 特别我说 和心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说呢 血虚 其下记 这个呢 我们学过两个条文 一个是五菱散 他影片里面 讲的七下记 奔存气病里面 有个什么呀 灵贵干枣 都是讲的 那下胶呢 有水饮 是吧 那么这个水饮 上饭的时候 那么他出现 七下记 但是灵贵干枣 汤症呢 他必须伴有什么呢 奔存气的那个症 气从少府 上从凶烟 对不对 呆有那个 葱气上腻的 那个感觉 而五菱散呢 是什么呢 条文讲 这种油水 是颠旋 病人伴有呢 就是旋运 这两个呢 尽管是 都叫七下记 我给大家举的是 两种情况 都是呢 下胶的 水饮 上饭 但是一类是呢 奔存气 灵贵干枣汤 五菱散呢 是在摊影片里面 我们讲的 算在狭义 那个范围内 狭义谈影范围 半有滇旋 同时应该有小便不利 才能有五菱散 我这是说了两个情况啊 前者的话 血须 从病机上来分析 心时所养 神不守舍 是吧 他要这个心计的 那么这两个呢 水饮上饭是两种情况 是结合方正 我来讲呢 他除了心计以外 应该办有啥呢 不能气的 聪育 还有一个呢 办的是什么呢 小便不利 滇旋 是不是啊 这个在临床表现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作为张仲景 在金贵要略里面 有关这个心计啊 还是旗下计啊 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总体来说 临床上实际上 经也好 计也好啊 他不是这么风格的 这么啊 就是严格 况且呢 又不是呢 完全凭脉箱来诊断 当然呢 就是说一摸脉 这病人要说 不介绍情况 摸脉出现了这种 比方说 G 他肯定的心率怎么样呢 得快 是不是啊 至少得高于正常的 72到78次啊 是不是啊 八九九十次以上 最快的有160次以上的 那这病人心动过速 特别这难受 是吧 尤其是心电图呢 他给你反映出来 心动过速 但是呢 用一些调整 那个这个心率的 这个药物 吸药呢 效果不好的时候 他求助你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的话呢 就不完全拘泥在 脉是动啊 还脉是弱 来区分经和记 经常看到的 就是经济 这个病 他是互相影响的 互因果的 所以对经济的概念 我想呢 我们讲一 在世一的最后一段话里面 提出来 什么叫经济呢 既然难解难分 那么什么叫经济 就是政见 精深惶恐 坐卧不安 心中激动不宁 就是经济症 经济症 所以这个 就像我开始 在续言里面说的一样 纵景啊 有的地方呢 对疾病 对病症 对症状 有的时候呢 是混称的 你说经济是个病不 因为他这里面有方症 是吧 他两个方症 一个 呃 半下玩 麻黄 啊 半下麻黄玩 一个症 一个贵之去勺 要加什么呢 暑期牡理龙骨旧蜜糖 也是简称 龟之旧蜜糖 那你说 他要不是个疾病 你怎么分成两种 完全病因不同 表现不同的 这个方症呢 是不是 所以经济呢 也可以说是一种疾病 而且范围非常广 咱们这个讲义呢 叫做经济的病症 那写的是 为经济症 我现在说呢 他经济还是应该是一个疾病 啊 完了呢 他举例 辩证分形两种 完了 出了两手方机 一会儿呢 我再给大家呢 归纳 在咱们这个 讲完政治以后 再看张仲景 关于经济病的政治 还有哪些 这是关于概念的话 咱们首先 涉及的先讲经济病 下面看第十二条 和第十三条 就是有关经济的这个政治了 第十二条讲的 火挟者 贵之 去勺咬 家属 妻 母利 龙骨 救泥堂 主之 这个火挟者 实际上讲的呢 这个经病的发生 是火劫 至经 火挟至经 什么叫火挟 在病因上 就是呢 用火针呢 烧针呢 是不是啊 这个熏啊 这个韵啊 这样的一些热的话 逼迫出汗 导致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等于复习了 我们第八篇所讲的 杰从经得知 杰从经法得知 杰从经孔得知 其中有火挟者 就是有火挟 啊 这种强迫汗出啊 这种那个啊 过分的这种 那个对病人有刺激的 这种啊 治法 引起的经病 引起的经病 这个病因呢 我们概括呢 就是属于火挟至经 那么其他的症状 还应当有什么呢 没有提 所以这个呢 就得是 从防测证 贵枝去勺要 这个为什么去勺要 是吧 加属漆 我们在什么地方 学过属漆的用法呢 虐病片 有个属漆散 对不对 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讨论 牡蠣龙 龙骨 这个呢 在序牢篇里面 讲渗的阴阳量虚的时候 用贵枝 加龙骨牡蠣汤 现在他说呢 加上牡蠣龙骨 这个地方都无所谓 是吧 前后反正是加龙骨牡蠣了 加龙骨汤 贵枝 那个我们简称叫贵枝加龙骨汤 现在呢 这个方呢 有加减 有变化 是吧 去掉了少要 加上了暑期 而且呢 后边还特别强调了 叫旧义 显尔意见 这病发的怎么样啊 有点急 那么呢 在质法上 一定得让他怎么样呢 对于这个 精的症 得镇住 是吧 得有这种旧膩的作用 也就是因为呢 他物质了 或者逆质了 导致的这种精病 他用贵枝汤加减法 所以可以简称叫做 贵枝旧膩汤 怎么加 怎么减 这里面提示 他应该有哪些症状呢 我觉得呢 他这个地方 一定得是精涕 不安的 那么书上也讲了 他为什么会精涕不安呢 就是火结 发汗 损伤信仰 火结 捍卫心之业 捍卫心之业 所以呢 这个火结 物质也好 说逆质也好 伤及信仰 因此就回到 我刚才所讲的 心石所养 神不守舍 他就 坐卧不宁啊 是吧 惊狂啊 心计啊 这样证证 说是精 一定要伴有心计 而且呢 有 惊恐不安症 包括卧气不安 是吧 从精神上是惊恐的 从行动上呢 表现卧气不安 都含在其中 这是临床表现 是个惊症 那么这个方子 为什么要去少呀呢 伤寒论 一百一十五条 讲了 伤寒脉腐 一以火破截止 汪洋 必惊狂 起卧不安者 贵之去少要 加蜀七 牡蜜龙骨 救你堂主之 这是一百一十五条 咱们应该结合起来学习 伤寒论里面 那么伤寒论 一百二十三条 又讲到 讲到呢 太阳伤寒 加温真 必惊严 所以这个火劫的那个 制法呀 容易致精 容易致精 那么去少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酸链之性 现在呢 他这个因为涉及到新阳 被伤 所以要用桂枝汤 去补一新阳 一定要去掉少要 为什么要家用暑期 家用暑期的问题 这个我们这个讲义上呢 他特别是引证了 综艺杂志的一个文章 请大家看这个选著里面 提到了综艺杂志 1980年11期58页 看见了吗 就是长山 以及暑期 长山苗暑期 用量稍多的话 就会呢 导致恶心啊 呕吐啊 但是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呢 又常常产生效果的标志 就是这个度 怎么把握的问题 临床上呢 会常常出现的 处发重症心肌不宁啊 气短的 四肢不温呢 而且卖来急缩 就是卖特别快 是吧 那么 有的时候呢 说超过160次 每分钟 心电图呢 表现为啥呢 实性或时尚性的 振发性心动果素 那么在一般药物 难以控制的情况下 那么可以考虑本方 是吧 就是 通阳 震惊 安神的作用 就是 如果说呢 没有这个暑期的话 你用长衫 给他加进来 也可以 毕竟是药物的同类 那么这个 入味以后 比方导致着恶心吐的 这个情况的话呢 但是呢 心动过速 就特别是吐出来以后 那个弹弦 和药汁子 一起 比方说也能裹出一些药汁 一起吐出来 但是心动过速 旋即恢复正常 这个心肌的症状能够消失 所以呢 他也体会 为什么这个方子叫做旧逆堂 认为呢 效果怎么样啊 比较迅速 能够呢 解决这个心肌症 另外他也提到了呢 就是关于 我们下面要讲的 半夏麻黄丸 如果在原防的基础上 半夏麻黄丸 就是一比一的 半夏加麻黄 一比一的这种 做成那个 小蜜丸 他加上肤子 加上枝干草 再加上太子参 这样的药 用来治疗心肌 特别括号 病 病态 痘黄解 综合症 就咱们平常简称的 病痘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 他就不是心动过速了 反而是个什么呢 心动过缓 都不足六十下 就是有的时候 就四五十次 每分钟 那种情况下 比方出现 胃中不食啊 胃寒啊 神代啊 疲惫的那种啊 倦怠样子 迈持的病例 而奏效 就说呢 这个经方里面 这两张方子 看起来都很简单 但是你进行 适当加减以后呢 就是有之心肌 就心动过速的 也可以治什么 像病痘这样的心动过缓 那么这个 他这个 比方说 说是 半虾麻黄玩的基础上 加抛福子 应该是 是不是 有的说 加生福子 那就看他手足绝拟 手足绝拟 你就得生福子 是吧 治甘草 太子生 这样的都是 不一心气啊 振奋心阳 这样的作用 因此对病痘呢 这个有帮助 那么下面随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13条 啊 半虾麻黄玩 他所提的是什么 这个是讲的心计 心下记者 半虾麻黄玩 组织 也是没有 提这个 证 一般来说 刚才我讲了 记 特别心中计 心下记呢 都觉得是虚证 应该是 对不对 现在要讲的呢 是水隐之计 实血 不是虚证 是实血导致的心计 这等于张仲景呢 又给你举例说明 不要都以为是虚证 是不是啊 那么水隐之计的话 用半相 麻黄玩 显而易见 善用半相 来怎么样啊 捐饮啊 降溺啊 这样的作用 所以这个功效的话 半相 捐饮降溺 麻黄干嘛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呢 因为水隐 零星 就是咱们讲的水隐 上饭 水汽零星 造成的心机 在谈影片里面 关于水汽零星的这个问题 我们讲了 什么灵归猪肝汤啊 是吧 特别是玄技者是什么呢 小半相 加福灵汤啊 就类似这样的方子 解决水汽零星症 现在他这个呢 由于水汽零星 因此呢 他新阳被阿 这个事 因此呢 要通过麻黄的宣法之性 要宣通新阳 依靠麻黄的宣法之性 要宣通新阳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就是比较肺解呢 因为从现代的这个药理研究呢 已经说麻黄 特别是有麻黄碱的成分 次麻黄碱的成分 是不是啊 他可以有很好的定传作用 但是麻黄呢 他也能够使什么呢 血管收索 血压升高 因此呢 作为心悸的病人 他有的时候呢 心率就比较快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麻黄的用量的话呢 他这个还是等份和半下一样 我们说从病人疗法上来说 一定得把这个水影呢 引邪给他驱除 那么信仰被扼的情况 就可以改善 那么回过头来 这个麻黄 怎么用的问题 怎么用的问题 你要靠宣发 这个是生麻黄 你要是定喘的 就是密麻黄 对不对 为了减弱着他的副作用 一个是先见去磨 再一个呢 就是减轻他的那个什么呢 就是在抛着上 用水磨磨的麻黄容 减轻他的发汗力 那么呢 取他的通洋的作用 这个呢 做这么样一个解释 两条原文的话呢 我想呢 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从方策证 办下麻黄丸的监证 从方策证 应该有 咳拓轻弹 咸沫 胸碗的脾闷 以及呢 或喘 或呕 是吧 这因为在谈言里面 我给大家总结过 这个一些代表证 他至少呢 他应该 除了心机为主以外 可以兼 壳呀 土咸沫啊 胸碗的脾 脾闷 脾 喘 呕 这都是隐形可见 这个地方呢 咱们说水气零心 造成的心机 咳 脾 喘 呕 这些证应该兼有的 所以呢 作为 隐胜而洋瑜 用这个方字 办下 捐隐降腻 麻黄 宣通洋气 宣通洋气 两个条文 我一起来说这个 暗语 第一呢 要复习一下 纵警在方子里面 在他的经方里面 有几个是用桂枝汤去勺药的呢 我们都是我们刚刚学过的 桂枝去勺药的这个祖方 后破七五汤 对不对 是桂枝汤和后破三五汤相合 他把桂枝汤的勺药去掉了 为什么 当时我在课堂给大家解释过 是不是啊 是治疗腐满病的 表里 同病 有腐满 但是怎么样呢 腐不疼 所以去掉了勺药 因为一般腐痛加勺药 是通血病 缓急而止痛 现在呢 它是满而不痛 去掉了勺药 再就是呢 我在水汽病天 讲的气氛 气氛病 贵之去勺药 加麻辛夫子糖 这个方子呢 它去少要是什么道理 首先我们考虑他的病急 讲的是 阳虚阴明大气不转 对不对 是这种大气不转的情况呢 导致呢 隐停在心下了 隐停在心下 所以呢 你必须解决通力气机的问题 才能保证呢 大气一转 隐邪才得散 那不叫做呢 大气一转 气气乃散 所以对气氛病来说 一定重点放在 通力气机 然后解决他的什么呢 这个阳虚阴明的问题 所以勺药那种酸链呢 它不利于通力气机 这是关于气氛病里面 为什么贵之去勺药 加麻辛夫子糖 这得从病激上来考虑 而且要无作用的道理 再就是咱们这一条文里面 讲义上呢 请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选注是论注 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请大家看 后面的倒数第三行开始 是不是 经则必有于解 故家常山苗 暑期破血 故家常山苗呢 就是暑期 取得什么作用呢 要破血 对不对 它要破血的话 你要有勺要在里头 仓或者那有利于破血和那个助新阳吗 对不对 贵之汤在里面要解决新阳问题啊 它这个加暑期的道理是要破血的 所以我两个方一起来讲 这道理就是 咱们讲治疗虐病的话 是暑期散既能治疗贫虐 又能治疗施虐 是取它的什么作用呢 这个去谈截虐的作用 现在呢 在这里面呢 这个住家呢 说呢 常山苗暑期 还有呢 破血的作用 因此呢 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贵之旧逆汤里面 加暑期的道理 是要解决 血于胸中解邪的问题 这个就是各有各的侧重点 那个是从痰结上考虑 这个呢 从雨血血结上考虑的 暑期 这个这个有这个作用 那么现在加龙股牡蠣 我想呢 这就是一阳一阴 他也说了 因为龙股呢 之肝舌平 而牡蠣呢 之酸鲜寒 一阳一阴 一交其心身 因此我们 讲龙股牡蠣的配舞呢 叫做浅震舌纳的作用 现在呢 这个论著啊 这个作者呢 他强调是一阳一阴 交其心身 所以也等于 帮助我们理解 贵之家龙股 他为什么对心肾不交 是不是啊 更切合 并情 这个呢 他这个解释呢 就是能够一阳一阴呢 交其心肾 以宁其什么呢 散乱之神 所以神不守舍的问题 龙股牡蠣 浅震舌呢 那么为什么要 这个 去勺药 他给怎么解释的呢 最后一句 若正啊 怎么呢 是不是啊 若贵之汤 去勺药 病呢 是不在干脾 故贤其酸收入腐也 这就是 把这个去勺药的 他认为呢 这个病不在干脾 在哪呢 在心 所以呢 就是要去其他这个酸链之性 去勺药 这是呢 我想到的呢 就是在这个金柜里面 三用桂枝汤去勺药 是吧 复习一下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复习一下呢 就是关于这个 纵领对经济政治的认识 比如说谈影片 都是水银所作 水银所作 涉及到这个心计的问题 在匹的话呢 温脾阳以化 也灵为猪肝汤组织 是吧 在肾的话呢 提出来呢 肾起来 温肾阳以化阴 就是说再废 就水银再废的话 我刚才说了 比方说这个 半下麻烦玩 他应该兼有的症 比方说要兼喘症的话 邪师气壁的 表症一解的那个 喘症 水银再废 实症 对不对 庭力道脏 谢沸腾 你要说 是这偶症 那就是呢 小半下 小半下加福灵 特别玄技者 一定要加福灵 我曾经讲过 加福灵的道理 就是呢 玄技 这是都是在台品片里面提到的 现在这个半下麻烦玩 为什么 就是呢 废弃于壁 未时何降 所以他用半下 捐饮降腻 是吧 那么回过头了呢 还用麻烦 来通期新养 这是 等于交给咱们标债费 建心机呀 还是建 这个包括这个喘呢 还是偶啊 这个加减药 你能看得出来了 是不是 主方肯定是 治本的方 灵贵猪肝 盛起完 那么作为肺镖的情况下 我觉得呢 这就是给一个提示 半下麻烦玩 对于肺气 玉毙了 未时何降 出现的心机 半下麻烦 这也是 以隐邪制计 阳虚制计 这是上汉论里面 有还有啊 也提到了 贵之去沙家家 属其母立龙骨就你 这个方子 就是损伤心阳了 火节 导致的这个呢 用贵之去勺药 加属其母立龙骨 旧你糖 还有什么 贵之甘草糖 还有贵之甘草 龙骨母立糖 就是纵景 对于纸经 镇经 善用龙骨母立 这个药对 就是浅阵舌闹 水饮之际 我觉得呢 是有这么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 一个呢 就是 心脾阳虚的 饮平心下 零贵猪肝汤 小半夏家福灵 半夏麻烦玩 这都是金贵提的三张房子 上海有个什么呀 福灵甘草汤 对心脾阳虚 饮平心下的心计 是同理的 第二种情况 是心脾阳虚 但是水停到旗下了 水停旗下 这个刚才我已经复习了 一个是奔腾气病里面的 灵贵甘草汤 还有一个旗下 这间滇选小便不利的什么呀 武灵散 这是心脾阳虚 但是呢 水停的旗下 不是心下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心肾阳虚 饮停下脚 这就得是上海论里面提的真武汤 是吧 也可以说呢 脾肾双骨 而对于这个心计 有帮助 这就是饮停的部位 是吧 这个情况 这是一类 第二类我认为 阴虚制计 阴虚导致的心计 就我把这个虚症呢 给扩展起来 都是张宗景的方 他这个提出来呢 就是有阴虚制计 但是呢 就是没有方 提出症了 没有提出方来 这个呢 我觉得临床上吧 最常见的 就功能性的一种 是吧 心动过速啊 咱们有时候一开方什么呢 天王补心丹呢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比方说 有的心肌 比方说是心肌炎还确定不了 但这病人呢 他就是法律汗出 玩俩回头的话呢 这个心慌 可以天王补心 配白子养心丸 另外我也觉得 这种功能性的呢 心电图上的改变呢 有的时候有 有轻微改变 有时候生脉瘾 加六味地黄丸 这就说呢 这都是成药的这一类 符合阴虚制计的 是吧 也有的功能性 比方是心动过速 特别是在 中年以上妇女的话 可以配上什么呢 干麦大早汤 就是天王补心丸 配干麦大早汤送服 这个呢 对改善症状 因为这个呢 他有一个慢性过程 就用丸药 怎么样呢 给他慢慢的取笑 对这个调整 那个植物身经功能 很紧乱的一种心剂 我觉得呢 这几个考虑都是有 有帮助的 还有的话呢 为了加强他这个就是 那个立刻给他 稳住心剂呢 他有信心来找你 就是什么呢 加生铁落 有时候药局呢 不提供生铁落 你就开磁石也行 因为他也是铁制剂 就是铁矿啊 他是铁矿石 磁石 那个你最少啊 也得用三十克 要是体质还可以 你先给他量大一点 他下次来 他很高兴 他说我把稳当多了 或者说我睡觉 睡得好一些了 是吧 然后治到一定程度 就是说 衰气大半的时候 你就用丸药巩固 我觉得这个心剂啊 在咱们综艺方面嘛 因为那个方也多 在辩证上呢 确实灵活加减的 那个机会也多 这样的病人呢 他有的时候 在西医那个地方 他效果取得慢 或者不明显 怎么办 他来找中医 你至少 你给他分析分析 是吧 这我说的是阴虚之计 你要是七阴两虚的 咱们在虚聊片 已经给大家讲了 什么呢 治肝草堂 也叫腐脉堂 对不对 七阴两虚行 那对心肌啊 心肌的改变 这个就是心肌炎 这一类的 或者恢复期的时候 这个心率不齐 治肝草堂 也叫腐脉堂 这个是基础方 而且是必用的方 在这个方子基础上 你进行加点 如果阴阳两虚的 这个心肌 肌虑腐中痛 那个条文 在虚聊片里 什么法啊 小贱中汤 是吧 阴阳两虚 偏于阳虚 小贱中汤 偏于气虚 加上黄旗 怎么样啊 甚至加上当归补血汤 那个就是当归补血汤 黄旗配当归身 对他这个心肌 我觉得从根上治了 这是真是血虚 是吧 那么龟脾完 龟脾汤 可不可以啊 一心脾啊 也是补一心脾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肌 不要就定在那个心肌 那个症状上 还得是呢 整体的变病与变症相结合 以变症为主 它到底属于哪个症候类型 咱们就选什么方 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阳气一额 造成的心肌 而且那四肢呢 逆冷 或者甚至于绝逆 那也是张总领的方 四肌汤啊 是不是啊 所以那个里面 特别是用生夫子的问题 那个不管是从温馨阳上 还是旧逆上 都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是夫子配干浆才热 这个呢 急救的作用 我觉得呢 也是可以说是一种旧逆的方法 这样呢 来帮助我们理解张总领 对于经济病 你别看这个篇章里 真谈经济的时候 就像举例子似的 对不对 火节至经 现在哪有说火节至经呢 就是说呢 惊恐 是吧 为主 伴有心计 我想讲一个病人呢 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来 这个妇女同志啊 她是在外企工作 可能随时都有被炒鱿鱼的那个 心里总是处在紧张状态 她来看病的时候呢 大概她也是用了好多西药啊 这个这个硬是催眠镇静的药 效果不好 来了以后啊 她都说话都有点连接不上 哎呀 非常胆小 自己都害怕 她说呀 我就是害怕 说害怕到什么程度呢 她本来非常心爱的小狗 她都不让她跟她在一起了 都得呢 就是寄养到别人家 不能自己单独的呢 就是不能上班以后呢 不能单独的在 在自己的家里待着 就不能独居 得让她爱人呢 早早的 把她呢 就是送到她育母家 就是送到这个 女患者的妈妈家 等她爱人下班的时候呢 再上她育母家 再把她接回来 这样 看电视 好几个月不敢看电视 一看电视 要有惊险的镜头 这病就犯重了 心机特别厉害 所以她就是呢 已经表现的 完了半发的心机 反过来心机加快的时候呢 这个心跳加快的时候呢 她又特别的呢 害怕 睡不好觉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呢 这个就非常典型的经济症 具体的话呢 我当时用的方式 首先是先给她震惊 她先震惊 她也说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事情 使她特别的 那个害怕 讲不清楚 但症状表现的就是经济 你说哪有火节 火鞋那个致敬啊 没有 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 由于这个精神 神经心理这方面的病变 它会表现的很多种 所以经济这一类 功能性的 她那也是都带着很多纪念头 就是认为是植物功能 调解不良来的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方 都可以在临床上 随证加减 随证加减 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再介绍一个 就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 因为咱们刚才提到 那个病痘的问题了 仅仅就说 把这个半相麻黄丸 加上肤子 脂肝草太子申 好像不足以理解 对病痘的认识 我们现在已经熟知 实在药物控制不了的 那就得请用起波器了 是不是 现在说 现在说如果允许观察 而且使用药物有效的话 我想介绍一个名方 这也是著名专家 陈泽霖的方 叫做健心汤 请大家在临床可以试用 就对于病动心动过缓 倒不一定非得是 病动的那种心动过缓 就是咱们前面进讲的心动过速了 现在我要讲心动过缓 拿什么 我说方哥 健心汤至心动缓 这是我们自己编的 健心汤至心动缓 党身贵之淡浮片 党身贵之淡浮片 因为纵景里面的人身 他都用党身 所以党身对虚不受苦了 或者是 你想先试用一下 探一下的 就党身最好 在我们就太子身 刚才这个里面介绍也是太子身 我认为了 这个党身 你首选党身 如果觉得这劲不够 你改用太子身 不要用西洋身 因为咱们现在是心动过缓的 是不是 第三句有叫做 知识治草补心气 大家一定觉得知识补什么心气 是不是 破气的药 我现在在这个方子里面 整个温补之中 知识也是通过行气 和治草配合 就有一种补心气的作用 一会我再说 治草 这个支持治草补心气 活血 窜胸桃红丹 活血药用了窜胸 桃红丹 桃红丹 桃红丹就是啥 桃仁红花丹身 所以这个方呢 除了我们刚才知道的 温药的作用 它结果现在是通过温补 达到通心阳 补心气的作用 这个方子呢 就介绍到这里了 这个是因为咱们选柱里面 涉及到这个心动过缓的问题 我给大家介绍建新当 它这个就是庙在这个 既有原方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桂枝啊 治草 不啊 人这个党参呢 浮片 是吧 还有呢 就是治干草和太子参 完了呢 它多出来的是活血药 穿胸桃仁红花丹身 这个方子叫建新汤 效果确实很好了 所以这也证明 心境不一定全是气血亏虚 还有水饮内停的这样的 食血 啊 为病因的这样的 这个作为示范 经济病张宗景 在这个第16篇就提了这两张方子 下面呢 我们来讲什么呢 就是有关兔虑下血的病症 首先说血症的概念 因为我说呢 这些不管是兔虑虑血 下血呢 包括呢 就是进血远血 啊 变血就是 那么这一部分的血症 这概念我叫做血不寻经 啊 自酒窍排除体外 或 甚易于基辅所致 这个呢 就是根据这些脉症啊 症治 他这一部分呢 基本上是以症治 用方症啊 来给举例说明的 所以在这个讲之前的话呢 我首先把血症的概念 给大家说一下 是指呢 血不寻经 自酒窍 排除体外 或甚于基辅所致 这各种出血症 都含在其中了 那么在病因病激上呢 我觉得和这个条文里面 所设计内容相关的 就是两大类 所以呢 这十六篇对于血症啊 这个后世归纳呢 说他的贡献就在于呢 给出血症 分为什么呢 虚实两大类 哎 有两大法门的问题 让他给规矩出来了 啊 如果说属于热症这部分 就是火热抗盛导致的呢 破血网行 也就通常我们说的 血不归精了 是不是啊 是火热抗盛的结果 破血网行 那么在这里面嘛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呢 湿热的问题 湿热问题 比方说第七条 他本来是讲成因的 是说的什么呢 九克 现在再也请大家看一下 第七条原文 咱们本来是讲火热的这种 吐血溢血 那就应该是清热泄火 但是呢 现在第七条讲的呢 伏九克可热 避至吐血 此因 极引过度所致也 因为上次咱们讲 第十五篇的时候呢 涉及到九胆 嗜酒过度伤中 是湿热内孕 现在说呢 嗜酒如命这样的人 是属于湿热之体 当他呢 在咳嗽的时候 最容易导致什么呢 喝血 这个呢 也是临床可见的症 是不是啊 所以变体质呢 这张宗领到现在 交给咱们多少了呢 圣人肥人 瘫食之体 对不对 现在讲的呢 是九克呢 是湿热之体 兽人 过去呢 咱们的那科学里面讲 兽人是什么呀 多火 兽人多火之体 还有一些 是吧 我就说呢 纵视体质 在综艺理论里面 他有一套说法 现在这个第七条 就告诉你 有一类出血症 特别是科学 是嗜酒过度的 这个酒克 是湿热之体 所以他自己就是 火上浇油 破血网行了 因为阳热 因为阳热 商机阳落 就是这个 这是湿热 但是也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 一会儿要讲的 大黄黄情 黄莲七星堂 职责礼热 然后再说 怎么给他去湿 因为我说过了 湿热在一起啊 胶着的 如什么呢 如油 如面 他这个难解难分呢 所以咱首先先怎么样 给他那致气火热 也能够帮助呢 止血 特别是大黄 职责 在上在里的火热 下行 这是一个 还应该要提出来 就是进血 进血就是 这个下血里面的进血 有一类就是 湿热下注大肠 造成的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 也应该归于什么呢 火热抗肾 破血网行 这一类 这我说的是 热症 但用寒法治疗 再一类就是 脾气虚寒 脾气虚寒呢 气不奢血 这个呢 这个 本片里面 也是呢 都给做了举例 有关的这个 变成失智的内容 我们觉得呢 应该是 按照这么说吧 一个是有关吐血 或者是包括虑血里面 首先讲 虚寒的吐血 是在多少条呢 14条 这几个方针啊 请大家先看看 就知道了啊 第14条呢 吐血不止者 百叶汤组织 啊 这个显然而易见呢 是对于虚寒 啊 虚寒症的 那么 回过头来 17条的这个 是吐血虑血 就属于热胜的吐血虑血 他写的是 心气不足 吐血虑血 细心汤组织 这在条文分析上 需要教刊的 啊 那么关于 虚寒变血 原血的话呢 他用的是这个 黄土汤 啊 这个在方济血里面 也是一个重点方 是不是啊 代表方济 那么作为 湿热变血 尺度当归伞 我们在 虎活病的什么呢 眼部的湿烂 是吧 而且呢 怎么样 雨血酿浓 伴随着 肛门的湿烂的时候 就用尺度当归伞 所以这个地方 也体现了 有湿热的这个问题 现在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 就是温中止血 所用的百叶汤 啊 第14条 因为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方子了啊 咱们这个 简单讲一下 吐血不止者 百叶汤组织 这百叶呢 就是测百叶 方里面还用了什么呢 干姜 百叶和干姜都是各三两 然后呢 是爱三马 爱叶 他说呢 在方后柱里面 取马通知一声 马通知是什么 这个具体来 当时用的时候呢 就是 呃 就是把马粪呢 用那个清水 啊 灌上以后呢 用这个木棒啊 给它特别的搅 搅碎了以后 然后呢 就是反复搅的特别 那什么的时候 然后呢 让这个马粪的杂质呢 就是呢 沉淀 取上面的清 就是成清液 就是呢 就是叫做马通知 他叫马通知 现在呢 这个马通知 我看药局 他也不可能提供啊 所以呢 这个有的呢 就是说呢 用童子变 这个在住家里面 也有说到啊 到底是 你看马的都是粪便 那小孩的也是粪便呢 你说谁怎么用啊 爷的照着马通知的做法啊 有的说 就是小男孩的那个尿 作用很好 取它什么作用呢 就是呢 帮助止血 实际上 我们止血的药多了 不一定非得用它 但是作为张宗锦时代 他就认为呢 这三个药 再加上马通知 就是有很好的止血作用 就扎着房里面 其中也有 马通知的这个啊 这个房 这就是呢 正好前后啊 互相印证了 实际上临床应用的话 我觉得不用马通知 就这三个药 侧摆 叶 肝 姜 和 艾叶 抛之炒炭 止血效就够了 对不对 那就是你写的叫什么 侧摆炭 抛姜 炭 艾叶 更能发挥它 这个 是吧 炒炭以后 止血力增强 同时的话呢 也能够帮助 温中止血 这堂课到这里